涉及印马公司案的在逃富商刘特佐至今下落不明 内政部强调不会悬赏悬找刘特佐 因为警方认为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比较好用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寒扎塞努丁通过国会书面答复 回应行动党假动区国会议员林丽莹的悬赏建议时指出 红色通缉令可以让195个成员国 向我国提供和分享有关刘特佐的情报 并安排引渡 另外寒扎指出警方不曾停止过追踪刘特佐的下落 并积极地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新加坡执法当局以及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以追查刘特佐行踪 西方也呼吁任何掌握刘特佐动向的人 可以透过商业岁岸热线WhatsApp联系警方 或到附近的警局投报 中文字幕所打扎指出